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好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台北股市 当然众所瞩目的美国总统大选 在今天开始这个开票之后呢 操盘指数现在平盘附近开出 在十点多之前都是一个瞎幅震荡游走 那随着消息这个传出来 川普的一个选举人票 开始大幅度领先贺锦丽的时候呢 哇看到台股这样子一波的急拉上去 一度大涨了332点 里头当然最重要的台积电 这个盘中是这样急拉上去 一度大涨了30块 最高冲高到1080的位置 当然后面这个地方贺锦丽的票 又追上来的时候 股市的涨幅又熟练 最后是收盘上涨个110点 收在2317的位置 那今天很多人都在问 这地方川普这地方 当选了美国总统 在盘中其实大家就已经几乎都确认了 为什么台积电还有加权指数 没有跌 因为这个就算了 反而还能够大涨呢 不是很多人都说川普当选 台积电会崩盘 台股会崩盘吗 怎么反而会这样子涨 重点是那当川普当选之后呢 未来选后行情到底会怎么走 那如果说川普胜选相关受惠的概念股又有哪些呢 好今天我们会针对这个部分来跟大家谈一谈 好首先第一个 为什么好这个川普能够这个领先贺锦丽之后 台积电台股反而这地方没有跌就算了 还大涨急拉上去 其实这个部分如果有看县荣老师的一个节目 应该完全不会意外 因为当前阵子 大家都在担心 川普当选会对台积电不利 会取消台积电的补贴 这地方台积电到时候会挫了蛋的时候 县荣老师有没有再提醒大家 来回顾一下 这是10月24号 那时候台积电涨到1100 然后开始拉回的时候 消息面开始利空平传 我说什么 那时候一堆的利空一下子说 台积电的工程师跟挥达两边在吵架 好像两边的关系不是很好 会不会这地方未来跟挥达的关系有变数 然后一下子又说 公共这个台积电传出来有供货给华为 踩到了美国的地雷 未来可能会被这个美国给制裁 甚至最多人担心的是川普当选 可能会收回台积 给台积电66亿美金的补助 那当时我就提醒过大家 其实这对台积电来讲 你反而可以安心 为什么 因为它代表说股市的高点还没有到 因为暑假的高点是什么 常常在利多平传的时候 众人抢劲 然后反而会反转向下 就像那时候涨到1080 七月法说会 大家都觉得 台积电调高资本支出一定会涨 我当什么提醒大家 当众人抢劲 就要小心利多出境 结果呢利多出来 众人强劲 大户出货 股价就反转下沙 跌到813才止跌 对不对 可是这次涨上来 我都跟他讲 高点绝对都是利多平传 众人强劲所出现 而不是利空把它打下来 所以第一个 这代表台积电目前还没有反转迹象 第二个这些利空是真的吗 我们谈到说华为这个晶元制造跟IC设计两边的RD研发人员对设计的方案而有起征值 半导体产业这其实都是家常编范嘛 对不对 根本不算什么新闻 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新闻出来 是不是有人要打压进来吃货 那时候也跟他提到华为说吃头吃布 其实这根本不是台积电直接供货 而且一发现马上就利指供货 代表说台积电根本没有说要去这地方拆美国地雷 我想这地方美国也不会因此而来制裁台积电 最重要的是你说川普当选会不会收回台积电补助 对台积电形成重大利空 也再三强调台积电有今天的地位 完全不是在靠美国补助啦 对不对 所以呢就算有影响我也讲过 涨多拉回这很正常 但是他不是要这个地方反转 甚至如果说因为川普当选收回补助的消息 把股价打下来到一千块以下 我们跟他讲 那又是什么 又是让大家风低减便宜的机会啊 所以我都跟他讲过 这地方台积电其实不用担心 甚至跌到千元以下 有没有跟你讲可以风低减便宜 那后来最低跌到多少 996块 对不对 然后现在因为今天高点涨到1080 那时候有跌到千元以下减便一道 今天是不是马上又赚钱了 那也跟大家再三强调过 那其实大家都觉得川普当选对股市不好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 其实川普当选对美股才是有利的 为什么 因为他的一个政策就是要这个地方两个字减税 除了说全面延长2017年的减税方案 甚至有可能变成永久性的 另外企业所得税上个次已经调到21%了 甚至还会继续调到20%甚至降到15% 然后个人所得税维持不变 那重点他要把这地方所得税降下来 然后呢利用所谓的高关税 海外进口商品的关税从10%提高到20% 中国进口的商品更是一口气调高到60% 提高这个地方关税来取代所谓的所得税 这是川普的税收 所以我说过川普的经济政策 最重要就是这个字减税 那就对股市来讲绝对是利多啊 所以当时有没有再三跟大家提醒 大家都觉得贺锦丽当选股市才会讲 我说应该川普当选 看起来对台积链的不利 但是对美股市有利的 那股市就变成什么 短空但是长多的一个格局出来 这点是当时都再三提醒 那这个前天有没有也跟大家再三提醒 这地方台积电这次拉回来跌到996 现在又手稳千元 等到美国总统大选过后 不确定因素解除了 就有机会怎样 利空出井 攻势再起 所以你会看到 县荣老师是不是在前几天 都已经跟大家预告 川普当选反而有利美股 台积电这地方因为利空跌下来 到千元底下 反而是让你减便宜的机会 等到大选结束 利空出井又有机会 攻势再起 所以你看到 县荣老师的一个分析 不是事后诸葛 都很多东西 事先跟大家来做一个规划了 那当然在接下来的行情 接下来会怎么走呢 那昨天已经帮大家 总统这个美国大选之后的 股市发展三套剧本先定下来 第一个如果贺锦丽胜选 股市是吉拉的 那记得你高兴一下就好 甚至这地方要赶快小心了 因为如果说川普选民不认输 股市可能这个政局 或股市可能会大动荡出来 反而要小心一下 这个高兴一下就好 那第二个剧本是川普胜选 如果股市是急跌的 这反而急跌是买点 那今天来看的话 川普胜选股市不但没有跌 还拉高上去 所以我认为在接下来最有可能的 那这个走第三个剧本 那股市在选后来看 这地方可能这个今天晚上美股上涨 明天台阶股市跟着冲高上去 那接下来仍然是未来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 也就是包括礼拜五 11月9号 美国FED的利益册会议 到时候如果如是想续习的预期的又降息 比码但是最重要是FED对未来美国经济的展望会是这样 这才是关系到未来美股也好 全球股市也好 最重要的关键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 以及最重要的这地方我们说的个别产业的警惕趋势发展 才是我们在未来要持续关注的 所以我认为第一个选后的行情 当然台积电利空出境之后 有机会又回复到这个多头格局 但是也不要想说会从此这样一路的喷出去 还是这地方回归到个别产业的基本面 那谈到个别产业的基本面 当然今天很多人在问 川普胜选那相关概念股接下来有哪些可以来做留意呢 那这个部分我们先跟大家规划三个重点 那三个重点呢 第一个大家直接想到的军工概念股 因为川普他在之前要求包括台湾 其实不止台湾还有北约的蒙古 应该这地方提高所谓的国防预算 要求台湾的国防预算拉高到10% 所以呢如果说台湾这地方把国防预算拉高到10% 相关的军工概念股订单不就有机会增加吗 第四季做梦行情军工概念股就有了想象题材了 但是这里面也要去注意 这个地方这个有题材没有错 但是毕竟提高国防预算不是说短期川普当选 马上就把国防预算拉高上去不是这样吗 对不对 甚至2025年的这个地方总预算现在还卡关在立法院呢 对不对 更不用讲说你现在就要调高国防预算 那不是短期可以发生的 那所以说他就是一个题材 先在第四季做梦行情大家先想一想 而且还要未来注意 如果这地方川普真的要求提高国防预算了 那是台湾自主来发我们的这个国防军工产业呢 还是说哎呀你钱应该要去对美国增加这个军事采购 那如果是自主研发这个军事设备 当然对台湾的军工概念股是大力多 可是如果说增加国防预算 只是说哎呀你钱要给美国多买一些这个美国的一个这个军事设备 那当然这地方跟我们的军工概念股受惠程度可能就没那么大了 那还要注意 川普在这地方之前也说可能要来这个地方推动乌克兰战争的什么 这个地方结束少了两个字 要推动乌克兰战争的结束 那如果俄乌战争这地方结束了 这地方对军工产业可能又会有一些这个地方 这个这个所谓心里面的影响 这也是大家在未来要去注意的 所以这个部分有题材没有机会 但没有错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地方注意未来这些风险 那指标股的部分包括像雷虎 汉翔 宝衣 金刚千福精密 先把它调出来 这个地方 这个先做一个这个选股的参考 但是如果要做波段 记得还是要寻找又成长的股票 否则就是这地方题材面短进短出为主 那再来呢 第二个 所谓的马斯克概念股 为什么是马斯克概念股 就是这个Tesla的总裁马斯克大家知道 他是川普最大的金主 可以说也是企业界马斯克这个川普最大的一个竞选员 那这一次川普能够当选马斯克当然也这地方 未来就有机会想象一下 是不是能够这地方 这个因此拿到更多的好处 那旗下包括Tesla之外 还包括了像这地方 这个SpaceX 这个就是说这个低轨卫星的 还有这个原本的这个 这个推推特 现在改名叫X.com 那另外他也联合创办了 AI的这个软体公司 OpenAI 还有一家NeutralLink 这是做什么 做这个机器人人机界面的一个公司 所以这个部分呢 他提一下这些电动车 自动驾驶 低轨卫星 机器人人机界面 相关的工具就具有想象空间了 那指标股的部分 当然最直接的Tesla概念股 那帽连 核大 智茂 以胜KY 还有这个低轨卫星的 台阳 建汉 这都是里面 值得这个地方关注的焦点 但是同样的原则 如果要做波段 记得找有成长性的股票 才能够买单心 抱着放心 如果有题材 没有业绩 那么也还是可以做 就是短进短出 那第三个 还有一个族群可以来做留意 所谓的高关税 转单的收费股 因为川普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这个 这个 经济政策 就是要提高对中国商品 输美的关税 一口气要拉高到多少 60% 这个部分 他当然会再度的引爆所谓的贸易战 但是引爆美中的贸易战 台湾来讲未必是坏事啊 因为如果说在中国设厂的中概股 你未来产品在中国生产了 要到这地方 这个出出出口到美国去 关税提高 这个一定会受到波及 可是反过来 如果生产基地是在台湾 或是在东南亚 甚至是在美国 这些所谓的台概股 月概股 泰概股 美概股也好 就有机会怎样 获得所谓的转单了 所以其实上一次 川普当选美国总统 就引爆了所谓的美中贸易战 晶片战 对不对 可是你看到股市 台股反而因此受惠 从891626 杀下去之后 一路涨到11000上去 那这次会不会有机会 这相关的台概股 月概股 泰概股 美概股 有机会获得转单 转单 这是投资 未来可以特别来做留意 观察的一个重点 在今天先分享给大家 我们也在里面寻找 包括像今天盘中 当这个几乎 百分之九十以上 确定川普有机会胜选的时候 五美所 车用加上低轨卫星 加上四伏计概念股 它其实最重要 Tesla的一个业绩 就占它营收比重达到四成 可以说纯度最高的什么 Tesla概念股 那在车用需求开始回温 另外低轨卫星 伺服机的订单 也都在持续成长 营收已经延续四个月 年增率超过两位数成长 所以你看不是只有题材 业绩也在其中 取动成长动能 那最近股价 低档出大量量能转强 法人买超筹码转强 大量突破了颈线之后呢 短中长期均线也都站上去 很有机会站上起场点 像这样的个股 我们在今天盘中 也已经开始建议会员朋友 来推荐来做布局的动作 如果说想把握的话 欢迎大家今天跟着我们拨下希望的种子 今天就有机会来享受快乐的果实了 那当然在接下来对投资朋友来讲 我知道很多人还是担心 哎呀接下来 如果穿普当选 这地方 这个引爆了所谓的全球的贸易战 会不会股市这地方 才是会有很大的动荡 甚至 我未来还是要观察 美国的经济 万一这地方 这个通膨居高不下 而经济却开始这个地方下滑衰退 会不会再度出现硬着陆的危机 那如果担心风险 但是又想找我赚钱机会 没有关系 现龙老师都再三强调 最好的策略就是跟着我们采取我所说的快打当冲作战 发挥盘中满手 赚了就走 有赚钱机会 我们还是可以努力把握 但是有赚没赚 我们盘后攻守 自然能够高枕无忧 把风险降到最低 但是稳扎稳打 还是可以讲过赚钱机会 关键是在于 你看到我们每天用当天进出 帮大家严格控制风险 用有机率的短短操作 来达成长期而稳定的获利绩效 所以你看到每天我们按照SOP 观察盘是决定多空 找到符合的条件个股 转折果断出手 而最重要遵守机率理性操作 有攻击机会 我们就短多买进 整理盘我们就短空卖出 但是碰到像今天 11月6号 当美国大选陆续开票之中 早盘观望气氛比较浓厚 都在平盘附近游走 那也跟大家提到 到了接近中午 会随着各州的开票结果陆续出炉 会有剧烈的上冲下息 所以今天的盘式 不是一个正常的盘面结构 你说用一般的技术分析 来分析今天的行情 那是没有意义的 对不对 因为把这种 这个完全收到消息面 美国大选赢奖的一个盘式 你说技术分析来操作 这个是没有意义 勉强出手风险都偏大 而且很有可能的地方 不小心就被扫到停损 变成多空双杀 对不对 你看早上你去放 一个基拉上去空单要停损 那你跟基拉你去追 下班场又被打回来 是不是都很容易赔钱 所以赚钱我们不用及时 等看准的目标 再帮大家掌握赚钱机会 这是我操作的理念 记得我们当从不是要做赌博 而是要看准目标 再来精准出击 没有好的机会 我们今天就休兵 这样子才能够这个地方 维持高病周率看准机会精准出击 而且这地方有机会赚大的 赔顶多赔小的 有机会赚多的赔顶多赔少的 这才值得我们出手 所以今天没有好的机会 我们就休兵 但是看准的机会 上个礼拜操作红准 发现到这地方大户在那里 这个洗完盘准备再度进货 了件事当件事二事合一转强讯号出现 建立会员配在这个股价 大涨之前76.3附近短多先买 拉高上去78.3先买 获利入带 再拉高上去79.8目标达正全数卖出 有人操作50张 一口气78.3先买25张进涨5万 79.8目标达正全数卖出 再进涨8万7 你看当有这样的机会 一口口令一个动作一天就有机会 进涨个13万以上 对不对 我们就是要把握这样的机会 好好的来做一个掌握 自然就能够这地方掌握到大钱 不止轰准这样赚 你看到前天我们操作连测 当前天隔日冲大户把股价唆思涨停 隔天散户才在抢金追高 发现大户在拉高出货 辽建市弱建市二事合一 转弱讯号出来 短空我们先做卖出 趁着股价还在高档 有没有107.5附近 短空先买 那个时候9点18分发出指令 107.5先做卖出 最高到9.22都还有108可以卖 卖完之后一波下杀 105.5先补一笔 这个入带为安 再继续下杀103.5全数买回 有人操作40张 杀下来105.5先补24万块入带 再杀下来全数回补8万如带 你看一口气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一天又大赚12万以上了 所以你看到我们不需要每天在那边杀进杀出 只为了想要赚个几百块几千块 但是有机会赚大的看准了 就来跟他拼个一把 这样才能够赚到大钱 上次连光彤不也是这样 发现隔日冲大户锁完涨停隔天散户抢进 大户趁着利多简报拉高出货 转弱熏号出来 那时候弱见识撩见识二十合一 同样的我们建议会员朋友 在多少54.6附近先做卖出 最高还要到54.9 我们54.6上下两号都可以卖得到 卖完之后反手下杀翻黑 53.4先补一笔 30张3万6入带 再杀一波52.4再补全数回补 6万6入带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一天也是进账10万以上 所以你看到就是这样子做股票 我们侵略如火不如山 难之如阴动如雷震 没有好的机会 我们不动如山 但是看准机会 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侵略如火 动如雷震 这样才能够用当天进出 严控风险 有机率的短线操作 达成长期稳定绩效 那如果说投资怕 认同我们这样的理念 为了帮助更多投资怕 不管想跟着我们掌握这个地方 拨断好股票逢低减便宜 还是这地方想要稳扎稳打 跟着我们做当中 掌握赚钱机会 提醒大家 运达头顾30周年轻的感恩回馈 现在只剩下倒数三天 现在加入年后起算 先来先赢 先来先赚钱 记得倒数三天的时间 赶快广告休息时间 就来跟我们做联络 休息一下第二阶段 马上再回来 0909 并打不顾极品超盘团队 由何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重诚信 其中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再度提醒大家 当这地方台北股市这波 从23713高档回跌了1482点 利空急跌洗盘完毕之后 现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束 台积电也手稳了千元大关 不确定因素解除之后 有机会利空出境 攻势再起 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归基本面 未来除了持续观察 美国经济发展之外 记得买股票要锁定波段 就要锁定有成长有存股价 拉回的时候逢低减便宜 接下来我们也正在锁定 车用加上平盖的新黑马 锁定这地方 Tesla概念股 低轨位信伺服器概念股 有业绩有成长 又有机会站上起涨点的股票 欢迎大家 今天跟着我们来一起拨下希望的种子 明天就有机会来享受快乐的果实 当然这地方想要稳扎稳打 用最小风险来掌握赚钱机会 最好就是跟着我们采取快打当冲作战 发挥盘中满手 赚了就走 盘后空手自然高枕无忧 这样子 既能够把风险降到最低 又能够稳扎稳打 掌握赚钱机会 依旧是大家最好的策略 每天我们会提供给当冲会员 最多两档当冲股做操作建议 清楚的告诉大家 该先买该先卖 清楚的提供进场价 预设停准 获利目标 所以你看到 我们不是每天抱一大堆的股票 叫你自己去设飞标 也不每天带你杀金出几十趟 更不是说抱一档股票给你 只为了说这地方 叫你自己去追价 市价追高 然后手脚慢的 都在帮排教 没有 我们价位都定得清楚楚楚 明明白白 没时间看盘 老师帮你看 到了下简讯通知 无论如何 当天带进都会当天带出 所以当今天 看到美国总统大选 在陆续开票 盘市沿盘会上冲下雪 属于非正常的盘面结构 我们也不会带着会员朋友 去跟他用赌博的方式勉强出手 我们赚钱不必急于十 看准目标 我们自然会帮大家 精准初级掌握赚钱机会 看准的目标 有没有像前天 连策 发现隔日冲大户 锁完掌停 隔天散户抢进 大股拉高出货 转弱群号出现 辽见识 弱见识 二四合一 我们短空先买 杀下来104 105.5 先补一笔 20张4万入袋 再杀下来 103.5 全数回补 20张又8万入袋 一个 一个动作 有人操作40张 一天就大赚了 12万以上了 不只连策将赚 对不对 红准 转强讯号出现 76.3买进 拉高长 78.3 先卖一笔 再拉高上去 79-8 全数卖出 一口气 也是13万入袋 连光同 同样的 短空先做卖出 杀下来翻黑 先补30张 3600入袋 再杀一波 30张 有人一口气 一天又紧张了 10万以上 就是这样子 看准目标 精准出击 有机会赚大的 我们再来做出手 用当天进出 严控风险 有机率的短线操作 达成长期稳定绩效 那如果投资马 认同我们这样的理念 都欢迎大家 不管是想跟着 我们做波段 逢低来捡便宜 想要做当冲 闻扎闻打 来累积财富 记得把握 运达投雇30周年请 感恩回馈 现在加入年后起算 先来先赢 倒数最后三天的机会 欢迎大家指名加入 由我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 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